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盆兰花吧 第一盆是多花球兰 这个品种是杂交品种 通常这个品种呢 是在圣诞前后开花的 今年呢它是来晚了 为什么会来晚的原因呢 是我前段时间把它给挪 挪了另外一个地方 把它的位置给换了 所以它没有开花 后来我想不对 我还是放回原来的地方 没想到放回原来的地方 它终于开花了 开了两个植株 今年要少了 没有去年开的这么多 这个杂交品种的兰花呢 开的花比较薄 还有一个就是它晚上会关闭的 嗯 这盆是我前段时间才买的 也就是最近才开始开哦 还没有完全打开 这个花是叫巨朝师傅 有点特别 它的花感是扁的 嗯 它的品种来自东南亚 缅甸老挝 泰国 泰国 中国 它的名字叫 Dindrian Sokato 它的湿度要求蛮高的 跟多花球栏的湿度是一样的 通常要到70%-80%的湿度 冬天就是要扫水 嗯 你要知道 在东南亚冬天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雨水的 既说这个花一年能开两次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还是去年才买的 我要嗯 再养一段时间我才能了解到 它是不是能在悉尼这个环境能开两次 如果要是能的话就是嗯 真的是很值得拥有的一盆 兰花 据说它也会香 但是我现在还暂时没有闻到它的香味 花期有多长呢 我还不太清楚 估计我想可能会跟多花球栏差不多吧 两个星期左右 它现在是还没有完全打开 打开来的样子估计会比较好 也是刚开 它也是晚上 关闭 白天打开的 跟这个杂交品种的多花球栏一样 它晚上是关闭的 就是要睡觉 白天呢 它又会打开 你们如果要是看过我的036的视频呢 我有讲过原种和杂交的 这个品种是杂交 杂交品种的叶半呢 会比较薄 跟紫一样这么薄 如果要是太阳太热的情况下呢 它的叶半就是很容易给烧干 这盆是金钗师傅 也最近才开的 今年次开第二波 有点反常今年 所以说 不过它去年也开了两次 也很难讲的 这个朗花 你说不准 它有时候也就会 反正我想它可能是时间到了 它会开花 也很正常的 这个是白天拍的 你看它就是全打开了 很透明很透明 跟像那种薄纸一样的 如果要是太阳太大的话呢 就是比较不好 容易把那个花瓣呢 给烫伤一样的 放了阴的地方 估计会没有问题 如果要是在阳光下呢 就很容易给烧 就是那个花瓣太薄的话呢 太阳一晒就 马上就要打皱纹了 打折了 杂交品种也不会不好看 也蛮好看的 它这品种蛮多花的 也这个巨巢师傅呢 现在开了 但是不是开得很大 看得到里面一点点 花形还可以 里面是有点橘红色 带有花纹 有一点点微香 不是说很香 开的那个一朵的 会比较好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请多加关注 我用这种优优独的 我用这种优独的 我用这种优独的 我用这种优独的